哦呀 还有一段 有一段的经文 好 我就读另一个复华杰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复华杰的经文 忘记忘记了 被读复华杰的经文 过了安息日 莫达拉的玛利亚 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并杀罗尼 买了香药药药药的身体 第二节 七日第一日清朝 出太阳的时候 他们来到坟墓那里 彼此说 谁给我们把石头 从木门滚开呢 那石头原来很大 他抬头一看 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 他们就进了坟墓 看见一个少年人 坐在右边 穿着白袍 就省禁忘 那少年人对他们说 不要禁忘 你们寻找的那钉石架的 哪大人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 不在这里 请看安放他的地方 第七节 你们可以去告诉 他的很多 彼得说 他在你们以前 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 你们要见他 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 第八节 他们救出来 红粉木 那里逃跑 又发抖 又惊喜 什么都不 什么也不告诉人 因为他们害怕 第九节 在七日 第七日的第一日 今早 耶稣复活了 就像摩大拉的玛利亚前见 耶稣从他身上 曾赶出七个鬼 他去告诉那像来跟随耶稣的人 那时他们真哀动不气 一节他们听见耶稣活了 被玛利亚看见 却是不信 这时以后 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 走路的时候 耶稣变得形象 向他们显现 他们就去告诉其一的门徒 其的门徒也不信 后来十一门徒在作息的时候 耶稣向他们显现 则被他们不信心里感应 因为他们不信那些 在他复活以后 看见他的人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乡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灵星 十六节 信而受其的必来得救 不信的必都被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迹 觉得他们就是奉了灵赶 鬼说明方言走人哪河 若喝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 主案定人 定人就必好了 十九节 主耶稣和他们说完过 后来被接到天上 坐在神的右边旁边 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阳子小学集 Claire 录 前天之后 今天的脑袢 你所在用后啊 阳子还有这一门 人可以借过出等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完蛋吧? 好了啊 OK 我觉得它配得再一次的奖励好不好? Amen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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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感动,你可以找我 OK? 祝福这些 然后另外,我们这里的ACON外掉了 可能没有注意到 我们已经换掉一个新的ACON了 OK? 有没有感觉到比较冷一点吗? 有啊 有啊 先走啊 好 今天要跟你讲的主题是复活节的主题 别怕 不用死 OK吗? 我说Mendia Me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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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今天在复活节的缘故 我们来读一个经文 好不好? 在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 这样说 马大对耶稣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地生必不死 就是现在我也知道 你无论向神求什么 神也必赐给你 耶稣说 我的弟兄必然复活 马大说 我知道在末世复活的时候 他必复活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二十六节 凡活着信我的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祸吗? 马大说 主啊 是的 我信你是基督神的儿子 就是那临到世界的 阿妹 我们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今天早上 我求主你释放你的话语 在每一个兄姐妹的身上 做奇妙工作 打开他们属灵的耳朵 而眼睛 能够看到 听到主你对他们所说的话 特别在这个复活节 你恩告苦人的嘴巴 让他说 让我少讲的每一句话 都能够照旧 来 来 祝福一道主你姐妹 感谢赞美你 都值得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感谢主 那我 如果你星期五有来 我必须要好些人 没有来 没有出席 没有出席我们的福 宋难治 在宋难治的崇拜里面 我已经有强调过 耶稣如何的奉献 如何的为我们付出的一切 那种的爱是付出的爱 今天我在想 在复活节的这个日子里面 我的重点就放在耶稣身上 我的重点放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 不用怕 别怕 不用死 那给你一些背景 这个故事是讲到 耶稣的其中一个朋友 叫拿撒路 拿撒路死了 然后耶稣在走 在进城的时候 还没有进城的时候 已经听到 拿撒路生病 病得很厉害 几乎要死了 然后呢 耶稣听到之后 好我就去为他 去为他祷告 而且他也讲说 他的病不至于死 今天我要跟你讲什么呢 今天有这样的背景之后 我要跟你讲一样东西 我们的耶稣 我们的神 是跟其他的神明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是对宗教有研究 你对世界的宗教有研究的一个人 你会知道 所有的神都有一个共同点概念 就是说 我是至高无常圣洁 然后是一个伟大的神 我是个神 所以我就住在天人 就是天上 天堂 你可以用很多极乐世界 天堂 什么名称都好 都是在另一个空间的一个地方 所以神呢 从来就不理人世间 多灾多难多劫的人世间 他们只高高在上 坐在天堂天上 看着人去面对所有的苦痛 所以你如果研究宗教 宗教的学说是怎么样 但是他们是引离我们这些苦难的人群的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就是爱 而且 这个爱呢 不只是一种同情 爱能导致上帝神来 对我们人力做一些事情 来到来讲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因着爱 耶稣来到人世间 接近我们这些苦难的人 如果 你想想 如果你爱你的孩子 你肯定会跟他一起送你 我常常听到母亲说 任何谁做过母亲呢 我都常听到任何做母亲的人都会这样说 我希望得病的不是我的孩子 我希望我能代替他 是吗 所以 如果这个神 神就是爱 神是充满爱的 祂不愿意我们这些做孩子的 我们这些人 祂所创造的这些人 去受很多的折磨和痛苦 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 当你看到你的爱 你所爱的邻居 祂遭受苦难 祂禁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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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很好 很高兴 不是的 你是想办法去帮助你的邻居 所以 耶稣就是重要的一位神来到人世间 但是佛 爱不是神 很多人这样讲 神是爱 爱是神 爱过去神 如果爱是神 世界就很糟糕了 为什么这样说 牧师会并乱讲的 如果爱就是神呢 请看看今天的同性念 他问你很爱 他爱到死了都要爱 知道吗 他都在灯火唱 死了都要爱 那就很恐怖了 看看婚外情的爱 有了老婆 外面还有另一个 现在不叫 不叫 星星 星的 称号叫小三 穆斯人update 叫小三 星星叫小三 有小三的 外面有小三 有小三 还有 乱伦的爱 父亲跟孩子 现在有很多社会 就这么多的乱象 神是爱 但爱不是神 神是爱 导致他来到人世间 来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人啊 尤其是中国人 常常讲一句话 男人怕人不错行 女人怕家错郎 对吗 更何况 我们是要找一个 选择 因为生命中的神 他更是 更应该谨慎 我们跟这位耶稣 一生啊 来到人世间啊 尝尽了贫穷 以前我不明白 神长到那么伟大 好像不用死 可是你看 他竟然生产 正在马槽里面 那么好的地方啊 起码你和我都很好命 我们在哪里啊 在一夜出事的 感谢主啊 有些人是戒神的啦 感谢主 可是这个耶稣啊 在马槽里面成长 长大出生 这么好的地方 不学学 在马槽里面 长出来 然后你说这个耶稣是 万丸之丸 万主之主 是复活的神 可是 为什么这样 可是你知道吗 兄弟妹 他缠尽了一生的贫穷 耶稣等着 到他长大 他讲 他对他们都说 耶稣啊 耶稣我来跟从你 我要跟随你 然后耶稣讲 人子年 放枕头的地方年 狐狸有动 飞鸟有窝 耶稣啊 连睡枕头的地方 有窮到这么一样啊 很恐怖 如果要选择这个神的话 就是 我们可以想一想 可是你要知道吗 为什么耶稣要尝尽 生的贫穷 耶稣要尝尽 生的贫穷 是换来 给我们得到的 最永远的付出 所以你信耶稣 不一定要过一个很糟糕的情况的 你可以选择 因为他要祝福你的生活 这是他的意思 他变得贫穷 是要叫我们得付出 还有 耶稣 藏心了这一辈子 一生 孤单的滋味 一个人去祷告 一个人去 去面对很多的问题 被人语气 人家不接受他 人家要打他 怀疑他 定他死之架 吐他头水 找人出卖 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 刚刚我们读到十一个门徒 为什么十一个门徒 因为有一个出卖他 要尽自杀 找人出卖 所以你 所以为了这些 他经历了这一些 就是为了要能体恤你的遭遇 你不能跟耶稣说 耶稣你不知道啦 你不知道我的痛苦呢 你看我被人出卖 耶稣也被出卖过 他完全了解 知道你的情况 因他所说的变伤 他甚至变得变打 因他所说的变伤 是为了换成你得到的意思 阿们 好 我们今天来看 一个 大家讲 拉撒路死了 拉撒路死了 曾经讲 马大归言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弟兄必不死 很多人啊 就好像这个马大一样 他们说 我早知道 早知道 我早知道 这样就不会这么样了 我早知道 这么样了 就不会这么样了 是吗 很多人好像面临 马大的情况 那样 拉撒路死了 如果耶稣跟我 你能早一点来啊 拉撒路可能不会死 你祷告给他 他就好起来了 很多人啊 好像马大那样 对耶稣的认识啊 对耶稣的认识啊 只极限你过去的时间当中 他把耶稣限制在过去四天前 才能行神迹 现在不行了 巴撒路等一下 现在不行了 哎呀 如果早一点来啊 耶稣你早一点来 他就不用死了 我们认识的耶稣 我们常常把耶稣啊 极限了 今天我要告诉你耶稣复活了 耶稣的复活在你里面 你怎么样衡量耶稣 你怎么样衡量耶稣 你就能得到耶稣的复活的答案 如果你量耶稣这么大 耶稣只是这么大而已 在你心目当中 如果你说祂是无限的 祂能够帮助我所有的一切 祂能够帮助你所有的一切 祂能够帮助你所有的一切 你所认识耶稣 你怎么局限耶稣 很多人 很多人跟马大一样的环境 早知道太迟了了 没有办法了 今天我有好小题告诉你 拿撒路死的是一种 是一个事实 已经发生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 耶稣活 不只是活在两千年前 我早知道 如果我能够两千年 回到耶稣那边 我肯定不会死 我如果能够亲眼遇到耶稣啊 亲生遇到耶稣 我的问题一定可以解决 兄弟妹 我今天有一个好小题告诉你 今天耶稣仍然活在今天 阿们 他复活了 他知道你的问题 告诉你一个见证 我的牧师 我以前的牧师 他的 他一家人也是没有信耶稣的 那么 早在五十年代 有些人还没出世 连我的还没出世 早在五十年代 有一个 布道家 很著名的叫 宋商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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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 中国第一个科学家 第一个 代表中国去读 美国读科学 科学博士学位 回来的 在他回 学成归回的途中 上面对他说话 给他看到异象 你要选择棺材呢 还是要选择 神经 然后他放异象之后 他把他所有所赚来的 博士协位啊 文评啊 种种都丢在 那个大汉里面 从此以后 就开始做传道 回来的时候 他不经 几乎 晕掉 为什么 我 辛辛苦苦把你去读 美国读 第一个 中国第一个 神学家 科学家 你竟然把所有的 都丢掉了 你还来当牧师 他父亲本身也是个牧师 我做牧师 我做牧师那么辛苦 你还不顾我的后尘 哎呀 结果 他成为一个传道人 宋上杰呢 一辈子 总共在亚洲的地区 也来过槟城 今天去罗隆斯拉曼 有一个叫做基督徒 布道所的那个黑板的 就是他所创临的 他也有之下来 如果你们年轻的人 看不到 如果在七十年代 我还可以看得到 有一般呢 把她的 就是裹脚的女人 就是她脚很小不了的 裹脚的女人 到处去传福音的 这就是宋上杰的国子 也来到槟城 马来西亚 然后我的牧师的婆婆 当时就去了 她的其中一个聚位 在很一小学对面的那个 圣保罗塔 圣保罗塔 当时没有什么漂亮的 然后呢 我的牧师的婆婆 是为什么要过去呢 因为她没有信耶稣的 当时她中风 不能走路 然后人家就把她 带她去到那边 当时宋上杰 博士在讲道 讲道的时候 她也没有为她祷告 她讲完道了 聚会过后 她的婆婆中风 竟然听了道之后 爬起来 就走路回家了 从此以后 整家人信耶稣 然后每个礼拜 拿着腾条 追她的孙子 去高等啊 所以我牧师就信了耶稣 然后牧师影响到我 来到教会 所以我要跟你讲什么 情况 这个婆婆 我牧师的婆婆 的情况 就好像拉撒路死了 抬着来的 可是耶稣 也在她身上做其他工作 我是怎么样信耶稣的 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我的见证 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啊 我有两次被人拿西过到坎布斯 一次拿西过 巴伦到坎布斯 我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一个人 参加四位党 卖 以前没有啊 现在没有啊 以前有啊 现在没有这样东西 现在都是有摇头丸啊 那些 黑大西啦 我以前不卖这些东西 我卖干夹 不知道什么东西了啊 你们不知道 干夹 卖那个 那个 迷幻药 我们啊 稍微讲一下 uncle 以前我们在餐四位党的时候 我们很流行穿那个jacket jacket不是买的 jacket要定做的 为什么要定做jacket呢 因为能够放很楼头的jacket 现在也很好笑啊 jacket里面要放两把刀 能够收 能够收披扎就能够收披扎 能够收巴伦刀就巴伦刀 那个jacket是 我最近 去年我看我妈还拿了jacket出来 生啊 这三个儿哟 我说你不要丢掉 这个是我的见证啊 以后我可以拿出来 穿出来抓紧的price 能不能穿啊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 然后呢 穿个jacket 然后里面穿个singlet 背心 然后呢 鞋子啊 不是穿皮鞋 不是穿skirt 穿tate 八十年代的黑社会啊 很喜欢穿tate 木鸡啊 叫木鸡啊 木鸡 穿tate 那个木鸡里面呢 还有放什么 放那个火石 会救 lighter的火石 为什么你走路的时候 会摩擦 摩擦啊 火石就会 会 哇 就那时候走起路来 很拉风 很威风 因为走的时候 还会有助 你知道吗 现在小孩子穿的那个鞋 是我们发明的啊 但是我们就这样穿啊 OK 哇 很拉风 就是这样啊 OK 就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人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教会 怎么样去教会 这边还插着一个香烟盒 心里面还 水巴还吊着一个香烟 走进教会 牧师看到我 诶 这里不能抽烟 啊 这不能抽烟盒 就躲在他面前 这样来一下教会 然后在那边人家在唱歌 祝你地痴爱 必胜病更好 我在后面知道吗 祝你地痴爱 必胜病更好 收笑 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今天我跟你讲 我的过去 你可以想象 我以前是重要的人吗 我以前像达撒路是死的 但是我的生命有复活啊 我生命是被改变的 耶稣改变你 从我的 在这个很糟糕的环境里面 的情况里面 来复活了 但是达撒路虽然死了 今天我们有个好消息 大家讲 耶稣仍活着 耶稣仍活着 二三节说 耶稣说 你的弟兄必然复活 你的弟兄必然复活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 我们今天一定要认识 精致仍然做事的耶稣 不是两千年前的耶稣 牧师你讲的故事都很好啊 圣经讲的故事很好 可是今天佛的情况可以帮助吗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的问题 你的意义能够得到帮助 因为耶稣复活了 阿们阿们 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 第三节 马利亚来到耶稣那里 看见他 就伏在那脚前 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弟兄必不死 诶 请看一下哦 刚才是谁讲的那句话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弟兄必不死 马达讲的 今天是谁讲的 现在是马利亚 现在是马利亚讲的 马达不相信主啊 已经是很 很假的了 很勾力一下 现在连马 马利亚也不相信说 耶稣能够叫他的基督 我们今天 让大家讲 没有人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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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啊 就是这么样情况 虽然来教会 可是呢 没有人愿意把他的生命 交给耶稣 你会想像将来 我每次看到 如果啊 人来教会 而没有信耶稣的状况 是怎么样的状况 我会看到将来啊 会成千上万的人 教会的 会有下地狱 恐怖 所以今天牧师有责任告诉你 你不是来教会 为了要赚取你天堂的 上天堂的Ticket 今天你来教会 不是因为你 你只是为了 来找朋友而已 今天你来教会 不是为了 给牧师 哎牧师我有来啊 我没有逃课啊 我没有contact 我有来 你今天来教会 为了什么 你真的要了解 来调整你自己的心态 和你自己的 你的思想 今天 很多人啊 我想 如果 如果我们继续这样的生活 我 必须做牧师 一定要 使你手 免得将来你们的水 在我手上 我要告诉你们 来教会 不只是参加教会的节目 来参加宗教的意思而已 来教会 就是因为你有信仰耶稣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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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的儿女 你说耶稣信不信基督神啊 你可能说 你很不服气说 牧师啊 我有信耶稣啊 那我们来做一个试验好不好 来做一个试验 到底别人是耶稣 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请问 你活了多少时间去认识耶稣 你活了多少时间去读经和祷告 如果你说你信耶稣的话 牧师问你一个问题 你活了多少时间去读经和祷告 而认识耶稣 我们停在这里 我又问另一个问题 那么每一天 你活了多少时间在你的头发上 你活了多少时间在你的衣服上 我说今天穿六票不漂亮 然后再换火 哎呀这个不漂亮 这件也不错 你活了多少时间在你的衣服上 然后你活多少时间在你的美食上 哇那里好吃啊 哇听说这边还要排队啊 现在有人要去排队啊 我以前跟苏贞的围人去一个地方 像那个那个地方啊 乡栗啊 听说那个草果要很好吃 要赞人死的 要排队 我再讲乡栗都唱 人都在想 那里啊 好像在哪里啊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活多少时间在你的愈乐上 如果我们信主 我们活很多时间在衣服上 我们信主 我们活很多时间在你的头发 我下个头发两个小时 我见了 好像没有剪过这样 可是你很高兴的 哇这个新的发型啊 是新的发型 啊 活在你的愈乐上 我再做一个试验 你的生命当中 有多少东西 是你不愿意放手的 同时你也知道 不应该拥有它 你生命当中 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生命当中 如果那个东西是最重要 对你生命当中最重要 那个才是你真正的主人 不是耶稣 今天复华节 所以我要跟你讲一个 跟复华有关系的 你生命当中哪一样东西 你生命中最关键要 那个才是你真正的主人 如果耶稣是你零岁 零岁前才想到的 哪一个人 我有时候我觉得 我为耶稣有点 打包不平 啊 那个耶稣的味道 还有在里面 很多人都把耶稣放到最后 最后最后 在最后的晚餐 最后要睡觉之前 才拿出来 可是我们去参加一个演唱会 看詹范会在那边唱歌 耶稣 赵范会我爱你 我们可以这么样 但是我们 我们对耶稣没有这样的激情 这样的 passion 我们爱主 我们信耶稣 我从你的生活上 我就能看到 你是不是信耶稣 我恐怕 从你里面 你来教会到最后 是一种的白费性质 你来教会是必须来认识这个床长的床 你跟他 你一定要有一定的关系 你很确认很确认 现在活着的不在生活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 12世纪有一个人叫做 Francis Asis 是一个圣徒 这个人啊 在非洲 唯一非洲的一个圣 他是天主教父 但是他生命影响了很多人 这个Francis Asis 我去来来来我不会伤害你的来 过来 过来分手 我相信你 你没有办法做到 就算你很温柔 不像律师这样出武啊 很温柔的人 你也做不到 Francis Asis 能够叫小女 下来他的手 看 andjoy the father's love 享受天赋的爱 那个门 非得到他手 在他临死的 那一天 他跟他的门徒 他跟随着说 我死了之后 请拨开我的心脏 就打开 拨开我的身体 拿我的心脏出来 然后 你 为我做见证 看看我的心那边 有没有一个是你的家 这是他的眼 他的愿 他死了之后 他跟随着他的门徒 真的把他身体拨开 拿他的心脏出来 拨不起来 他身体拨出一个十字架 很奇妙 我们是每一天的 我脑没有反对啊 请不要因为这么样而 offended 我们每天都穿着十字架 穿十字架没有 不是问题的 我们都是 但是现在的十字架 都是以装饰为主的 不是因为那个意义在那边 耶稣活在你身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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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tasy says 他一身里面 证明了一样的事情 耶稣活在他身里面 我死后请你不要拨开我的身体 不要看我的心脏 谢谢 就是这么样 这个人 就是这么样 评 主的心非常 sorry看错了 主的心非常忧愁 非常伤心 因为他面对一群不相信他的人 接下来 耶稣哭了 大家讲不信 主哭了 不信 主哭了 很多人说耶稣 为什么 by the way 这是一个常识 全圣经里面最短的一个经文在这里 11章35节 四个字而已 耶稣哭了 耶稣为什么哭了 很多人啊 耶稣哭了是因为他的好朋友 他都死了 他都会哭了 哭了 哭了 其实啊耶稣哭了 不是因为 拉撒路死了 因为 如果你看圣经的话 从11章第4节 他有讲过这个样的一整个 耶稣听见 就说 这病不至于死 乃要为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 因此得着荣耀 耶稣很肚定 拉撒路必定复活 我不用死 他哭不是因为 拉撒路死了 很多人误解 很多人错误的解释这个经文 耶稣哭是因为他的好朋友死掉 耶稣哭是因为人对他的不幸 兄弟妹 每一次我们不相信耶稣 耶稣的心在贪心 每一次我们的不幸 知道耶稣很伤心很伤心 甚至苦了 如果你在读回这篇经文的时候 耶稣很刻意啊 延迟他的行程 一听到 拉撒路死了之后 你回去 等下你回去 听到 拉撒路死了之后 他故意停顿在那边多住两天 才过去 为什么 就是要证明一样东西 我能够行神经 就算你的情况 你的扎位现在的所面对的问题 是很像死一样 没有办法了 很糟糕了 耶稣延迟他的事件 我要证明给你看 他能够死为佛 他能够把你的问题 你所面对的难求的问题 死为佛 耶稣伤心不是因为 是因为人的不幸 就连他身边这么跟从他的 玛利亚和玛大 也不相信 耶稣哭了 假如你存着不幸的恶心 假如你活在你的问题当中 这会让耶稣伤透了心 不止伤心 而且耶稣甚至苦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 接下来我们来看 耶稣说你把石头挪开 那死人的姐姐玛大就跟她说 主啊 现在必是臭了 因为她 因为她死了 已经是四天 耶 玛大讲的话有理由吗 有理由的 有logic吗 logic的 更何况啊 是两千年前啊 没有像现在的technology啊 现在我们还有干兵啊 耶我牧师我主持上你啊 看死人看到已经很够了 有的地方啊 甚至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啊 还有石臭的啊 如果你做的不好啊 那干兵放的不足 如果她的那个 那个 那个停时间啊 那个 那个 那个停时长啊 那个温度啊 那个气候雨很热的话 你会闻到丝臭的 有时候在主持上那时候 火 那个味道真的很别大了 真的 更何况是两千年前的technology 还有什么好 不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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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人啊 你把一条 鱼薄薄的放在一边 两个小鱼 已经发错了 不要讲四天 你找到讲的是有理由吗 有logic吗 有logic 有理由的 不是乱讲的 他讲 主要先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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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说 把石头挪开 然后马达就讲 哎呀不行啊 四天了很臭了 躺鱼翻上 躺鱼好了 不能再打开了 因为很臭了 你要听 你的逻辑 还是你要相信耶稣 你要听旁边的人讲 还是你要听耶稣说 把石头挪开 耶稣要在你的生命 显出神器来 你还在停留在你的逻辑思考 用你的理性去拦住耶稣来行神器 主啊 他现在毕竟是臭了 已经死了四天了 我告诉你 兄弟妹 信耶稣不是靠脑袋的 我们常用理性和脑袋 思考去信耶稣 我们没有用心去信耶稣 我们很logically去信耶稣 所以我们不相信神的机会发动在我们身上 请问今天你信耶稣是用心去信耶稣 还是用你的脑袋去信耶稣 马达就是这样的人 用脑袋信耶稣的人来的 哎呀主啊死了四天很臭了不能 那你可以打开 甚至啊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 旁边也会 哎你不要耶稣是疯的 你也不要跟着疯啊 四天很臭了了 你不要你不要听耶稣讲的话 不可以打开的 粉墓已经关了了 要挪开那个石头很麻烦的 以前是大石头的 这个大石头听说啦 根据他们当时的那个custom 犀俗啊就是要用六个人 才搬到东这大石头的啦 一个人搬到东啦 这么难啊 不能了啦 快打开啊 神经病啊你们 这群心也算烘高的 吃烘的做小心儿子啊你们 不可以这样的 可能身边的人 又这么讲话 你要拦住吗 也许要?. 耶稣要听这个句话 你要听周围的人跟你讲的话还是选择听耶稣 我们继续来看 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有样 他讲今天你选择 今天你选择 跟旁边讲今天要选择 然后值得自己讲今天我选择 今天是你选择 选择相信还是选择不信 世界上的人都会告诉你的问题 你的难处你的问题搞错了 你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了 世人会告诉你说你不要相信神的应许 但是耶稣说你若信 你必看见神的荣耀 请挪开那个大石头 本来马达和马利亚也不知所措 就好今天你的 你身边你家里有人 你看到好像一天你也看到牧师 不要讲你你家里哪 你讲我啦 一天你看到牧师去主持上演的时候 我说把棺材打开 牧师不是啼笑 牧师有感动 可能要叫神父我了 我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啦 但是每次去主持上演的时候 我都会偷偷在那边 放你的手里 起来 不起来 不要紧 下次我还在念 为什么我相信死人复活 因为我亲眼看到死人复活 我的牧师就是 曾经叫一个死了四天的印度人复活 我曾经有讲过叫见证 今天不要讲 下次有机会再讲 我亲眼看到我的牧师叫死人复活活 所以我 我 虽然我的功力还没到他 那个程度 我每一次看到死人 我都 放开死人 起来 起来 不起来 下一次 所以这次复活的大能 芒利亚 最后还是听从了耶稣的话 阿里路亚阿们 他选择相信耶稣的话 把石头挪开 他因为有信心没有行为 是 是 是 阿们 你们知道了 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结果 玛利亚和玛大将死和挪开 请注意 耶稣并没有帮助他们挪开石头 第一个问题 如果你这什么问题 你必须要亲近的找耶稣 很多人不会找耶稣 很多人都找我 牧师啊 我有问题 好啊 你选择一天来找我啊 这个时间给你的 可是他没有打电话给我也没追 我说 这个问题不是问题的 因为他还不紧张 所以我就不紧张 等他紧张 我才开始紧张 耶稣也是这样的态度 耶稣没有披他挪掉他的石头 耶稣的能力能挪掉石头吗 喊一声 石头打开 那就开了 对吗 可是耶稣有这样做 耶稣说 你们挪开这个石头 今天你的问题在那里 因为你的心没有打开 今天你的心好像石头这样没有打开 你必须打开 让耶稣 你这个打开也是不能做的 是你自己必须自己愿意打开的 当你打开这个坟墓的时候 挪掉这个石头头 挪掉这个石头的拦阻 挪掉这个石头的石头的时候 你就能看到神经发生了 不信的犹太人也没有帮他 那些不相信的犹太人也没有帮助他挪开这个石头 虽然这对姐妹已经苦了十天 哭了 眼睛也肿了 如果有祸状 那个状也溶掉了 所以 听说 烟熏状就这么样放出来 身体很疲累 但是 耶稣还是要求他们 把石头打开 我们在讲 耶稣讲耶稣 我已经哭四天了 靠母白晒了 我已经 哭到他们眼泪 很累了 我不能 不能推动这个石头 对吗 我们可能就讲耶稣 我们已经在这边做耗了嘛 守那坟墓 守四天了 跪在那边 很累了 不能推那个石头了 是吗 可是耶稣说 请把石头挪开 今天石头挪不挪开 参与你 不是耶稣的问题 为什么信耶稣那么久 为什么还没看到 什么事情挂的 因为你没有随着 自己挪开你的石头 你要看到你的神迹吗 你要看到死人复活吗 你要看到你的问题复活吗 要看到你的难处解决吗 心随着石头挪开 这个我帮不到你的 耶稣也帮不到你的 你必须自己随着 把石头挪开 阿们 最后 所以在东西安了 大家讲别怕不用死 别怕不用死 大家讲复活的主和复活的大人在里面 复活的主及复活的大人在里面 所以就会被合同 大家讲到这边 你也想说 好 好 好